这个星期开始呢 天天都三十多度 我们都很熟悉 没错 夏天到了 也就是说考季到了 为了十二年国教呢 能够分发一个好学校 我们看到彰化 有一群国中生 太辛苦了 顶着大热天呢 他们得跑操场 因为要考体势能 女生跑八百公尺 男生加倍一千六百公尺 都得要一鼓作气要跑完 主要是因为分数高的 升学就可以加分 所以很多孩子呢 就这样顶着烈日 考了一次又一次 家长看了好心疼 这个大热天呢 连阿兵哥都不出操了 但是我们的孩子 却为了几分 必须顶着太阳 绕着操场 又一圈又一圈地跑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 今天的晚报封面故事 枪声响起 穿着号码背心 国中生奋力往前奔 考体势能这一关 女生八百公尺 得一鼓作气跑到终点 顶着大太阳 绕着操场一圈又一圈 三十多度的高温热 到连裁判官都围上了毛巾 包得密不通风 躲在阳伞下 那学生呢 为了升学加分 只能奋力往前跑 刚才会挺张啊 你怎么说 没有的话 也会影响到 他们以后的那个 升学的分数嘛 所以一次没过金牌 二次再考 说是为了升学加分 因为彰化 台南和屏东都采用 这种经营同池的加分方式 包含柔软度 仰卧起坐 心非耐力 一共四项测验 分数在前50%算是同牌 可以加0.5分 25%算银牌 加1分 金牌可以加到2分 会变成说 就是小朋友的压力会更大啦 但是 但是因为政策 可能是要鼓励他们多元化 但非得选在大热天测验吗 看看国居易南的操课标准 以室外温度来算 32度如果相对湿度 到达80 换算危险系数大于40 就可以不用出操 学生呢 考体势能 女生800公尺 男生1600公尺 测验时间选在3到5月 入下的白天 真的热惨了 大热天学生测体能 为了12年国教 能念个好学校 只能拼了命 往前跑 专程梦辉 张华报道